雲端白板上面有個成語查詢的程式碼 這邊其實有剛剛寫的公式就在這裡 然後反正就這樣 就是不要做錯任的地方 因為這東西其實就是會很絕對的 插一個字都不行 然後就可以把統計的圖表給做出來了 當然你們做個變化 也許你假設做完之後 這個統計的部分做完之後 你可以再複製一個拖拉加Ctrl鍵 然後也許把這個關鍵字換掉 換成別的好了 比如說你再想想看 可能是動物植物 或者是一些什麼關鍵字 想想看 然後就是重新自己統計 做個變化好了 然後今天我本來要講 怕可能時間來不及 就是我今天最後是希望說 可以再把這個東西清掉 然後讓它可以再統計再畫圖 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剛剛做的事情 其實也可以讓它再重新再做過一遍 那比較大的不一樣是說 其實跟前面我們做過的那個 VPA程式滿類似的 但有些你如果不會寫的話 其實也沒關係 用錄製的嘛 OK 所以如果你要錄製的話 大概會有幾個地方 可能比較特別注意的 大概你們試試看好了 我這邊錄下來 最後其實就是叫這個 統計繪圖聚集跟一個清除聚集 那這個清除聚集可以用自己寫的 因為其實程式不多 那錄的話主要是錄這一個 那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這個圖 你可以把它刪掉 錄製前先刪掉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地方的公司要不要刪掉 我建議不要刪 因為你刪掉你要重新K 那我們錄之前也許說先錄製聚集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吧 我叫做統計與繪圖聚集好了 與繪圖 OK 類似這樣 然後反正就跟這個名稱一樣 然後 因為我剛有做過一遍 所以會出現那個要不要取代 取代掉 好 1 1 游標放在這邊 2 上面打個勾 我這個好像之前有做過滿多次了 然後向下填滿 快點兩下 好 那公式就OK了嘛 再來就是 插入這個什麼呢 圖表 所以等於是多這個動作 插入圖表可能要特別小心 插入圖表我大概做幾個地方就好 有幾個地方你不要做 因為 如果你用錄製出來的結果 哇 那真的是程式會一大堆 對 所以我建議你自己在事後加上去就可以了 比如說哪些地方 我先插這個圖表好了 直條圖 然後再把這個標題改一下 這個標題也許叫什麼 點一下 這個叫做統計關鍵字好了 然後我習慣一樣 把這個上面的名稱把它加一個紅色式出體 這個其實可以調整沒關係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想說要不要移動 跟各位講 比如說我想要放在第二儲存格這個位置 還有寬度大概十個 十個大概應該算到M吧 大概十個 然後高的話大概就是到16列 所以我建議如果坐標跟它的寬跟高 你現在先不要移動 也不要拖拉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移動跟拖拉 它會產生非常多的程式 會非常複雜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可以怎麼樣 事後再加就可以了 完成之後把它停止一下 停止 OK 好 那你想說這個地方 清除主要是清這個範圍 所以清除的話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那你們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清除的話是清除這個範圍 有沒有 這個Range B2到B11的範圍 等於空的嘛 然後呢 圖怎麼清呢 圖其實就是這三行 其實關鍵就是 目前工作表裡面的這個 這個叫Char Object 就是所謂的圖形的物件 點Delete 那為什麼要大於0 因為如果假設裡面沒有圖 你刪除它會發生錯誤 所以我補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這三行 這一段程式其實雲端上有 所以清除也許你就直接拿雲端上來 來用就可以了 把它執行一下 清掉 然後如果要執行剛剛的動作 如果再執行一下 它就出來了 可是你說老師那不對啊 它的位置跟它的什麼 它的大小 不在我想要放的位置上面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最後只要改個地方 哪個地方呢 我把它再清掉一下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你們看一下 這個其實錄下來的句集 其中會有一個關鍵字 叫做AdChar To 你們可能要找一下 那你說那個圖怎麼繪製的 其實主要是靠這個方法完成的 後面就是畫圖 那想你如果要把它換一個位置放的話 其實主要更改這邊就可以了 那主要呢 其實我是按那個F1 AdChar To上面按F1 它會有相關說明 那我為什麼知道說呢 AdChar To後面其實是可以變更這個位置的 你會發現AdChar To的說明裡面 前面兩個其實是它的圖形樣式 後面這兩個是坐標 這個是寬度 這個是高度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再去賦予它就可以了 那賦予的方式 我大概打一下 因為今天時間可能比較少一點 所以最後我大概做一下 豆點我的位置 也就是你的左邊的那個位置 水平位置 要在D2這個儲存格的左邊 那怎麼敘述啊 你就打一個range D2這個儲存格 在右邊的話 你點下去 它這邊會出現left 也就是說靠那個 就是D2儲存格左邊這一條線 然後在豆點 它的什麼呢 它的垂直位置在 D2儲存格的上面 就有一個屬性叫top 它的上面 所以如果你把它run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放在這裡了 有沒有 但是寬跟高好像不是你要的 所以怎麼辦呢 最後記得再補兩個 寬度的話 一樣哦 跟這個儲存格 假設用range D2 豆點之後的話 它的寬度 寬度是叫viz 這個viz就寬 那幾個寬呢 10個 所以乘上10 意思是說 我要10藍寬 豆點 多高呢 我要10列高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 range D2 的高 DN什麼呢 它有個height height 就是儲存格的高度 那幾個 15個好了 乘上15 當然這個數字 你可以自己微調 所以我這邊加了它的坐標 跟它的寬跟它的高 那最後我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run出來的結果呢 各位可以看到 位置在這裡沒錯 那寬有沒有10個 看一下 應該是D到M 當然有10個 然後高的話15列 15列的話呢 就是從第二列 到應該第16列吧 OK 不過感覺好像有點 凸出來一點點 那可能我是不是剛剛這個 稍微高一點 不過沒關係 大概就是基本上我要的結果 那最後的話 會多兩個按鈕 所以今天的練習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把這個關鍵式統計出來 並且錄製聚集之後 產生兩個按鈕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